拿到offer后做的第一件事 拿到offer后做的第二件事 拿到offer后做的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当然是马上来录视频给你们汇报录取情况 因为我才刚收到offer就直接来录这个视频 所以今天视频就没有草稿了 想到哪就收到哪吧 一直有在持续关注我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我申请的是美国的人机交互的研究生 那这是我的二硕了 初衷是为了从房地产行业转型去做UX Designer 那接触为大家非常关心的录取结果吧 我一共就升了三所学校 一个是卡内金美容的Master in Human Computer Engineering 就是他们那个一年的非常有名的人机交互的校图 然后升了一个华大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他们两年的Human 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的校图 其实也是人机交互 然后升了Michigan and Harvard 它是两年的在Info Science下面的UX Tribe的项目 UW的那个项目其实我前几天已经收到offer了 今天刚刚收到的是卡内基的offer 那因为CMU和华大在人机交互这个领域本身就是最好的项目 我也没有必要等于是给它offer了 所以就在这两个学校中间选一个就好了 至于要选哪一个项目我还没有做最终决定 但是90% 95%的可能性应该是会选华大吧 虽然CMU的那个项目是排名第一的 华大排名第二 但是因为CMU那个项目只有一年中间就没有实习的机会嘛 而华大的项目是两年的 而且还不是那种两年的full time 虽然它表面上说它是full time嘛 但是它的课程都是设置在晚上的 所以会有很多在西雅图当地工作的人 想要转行的人 白天就正常上班干什么都可以 然后晚上去上课 因为它是两年的项目 所以中间有一个summer可以来实习 而且我已经把我之前的全职工作已经辞掉了嘛 那那个白天的时间我就可以用来做作业 做project 改作品集 甚至是去实习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项目给了很多这样的flexibility 所以我觉得我90% 95%的可能性会选华大吧 哦 还有一点我没有提 就是location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华大在西雅图 而CMU在Pittsburgh 那大家去读一个这种人机交互的研究生 都是为了将来可以找的UX designer related的工作 那自然西雅图工作机会就多的多的多 在西雅图上学这两年期间 不光是你的同学 一些你通过networking这种尬聊的方式认识的人 就你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人 比如说你去逛个超市啊喝咖啡啊 你遇到的人大概率都是tech的人 这两年内你积攒的人脉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 说这么多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理由去CMU吧 虽然CMU事真多为了申请CMU我又考了托福 又交了video essay还交了portfolio 还经过了一轮面试事真多 anyways交给CMU的那个一分钟的video essay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PO上来 那美国的研究生项目他们发了offer之后 一般都会组织一个new series event 因为大家都同时生了好几所不同的学校嘛 他们就通过这个event 让你去认识一下这个学校的老师 还有你同届的同学 帮你做一个直接offer还是具offer的决定 那华大的instagramevent我应该会去一下 就直接从你的feber去 顺便还可以看一下学校旁边的公寓吧 来让我看看谁是我同学 那再聊一聊为什么选择去年研究生 而不是走boocam这条路吧 我想到这个灯点上啊 去年我发了一篇辞职转行的视频 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吧 我还不知道我是应该去年研究生 还是就读一个boocam 然后直接找工作 然后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私信 就是有很多UX designers 在人机交互这个领域工作的朋友 私信我给我分析研究生和boocam的利弊 那因为我毕业已经出来工作好几年了嘛 就如果是去年研究生的话 学费肯定也不是我爸妈所出的 那肯定是要考虑到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 那我自己也是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后和很多之前念过人机交互类的master朋友聊天 最后的结论就是呢 其实真正值得我的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联究生项目 就只有CMU跟UW这两个 我都不知道我为啥深了 当然这是考虑到我个人的背景 其实能深的项目还是挺多的 不仅仅是人机交互 在info science下面的更偏media art的 取决于你想要做什么样的UI UX的工作 是偏UI还是偏UX还是researcher等等等等 那可能会有朋友问了 说Cynthia为什么不直接念一个boocamp 然后去找工作呢 其实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一分更远一分收获吧 你在六个月之内累积的经验 跟花一年的时间或者花两年的时间累积的经验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目标不是说转行成功就行 找到一个UX designer的工作 我还想尽量的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 并且在那份工作上做的很好 那为了这个目标 我是愿意付出工作的时间和努力的 但是那种两年fulltime program不行 太贵了 我觉得性价比不行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不打草稿也说了这么多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有我未来的同学 一定要在留言区举手告诉我 好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